輸出的公式,我怎麼去把它做出我要的結果 其實 結果有時候會利用什麼,利用這個 Excel 來做稍微一個簡單的分析 比如說我們將來輸出的那個index 那個鎖影值 美金的話是0 然後0到19,應該是0到18 那如果這一邊的話 應該是什麼,0,1,2,3,4,5,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我的關係是這樣,因為0,下一個就是2 因為它相差2,所以0這個地方應該是這樣子 到36,那這邊的話就個0,1,2,3,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它中間基本上都是相差的是2 可是問題跟這個關係要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因為我的index i是由它產生的 那如果由它產生,我要變出這兩個數字的話 好,那其實你可以看出來 買入的關係其實就是跟這邊是相差 有沒有,剛好兩倍,所以乘以2,乘以2的關係 那這邊剛好是什麼 乘以2之後加1的關係 我是直接看到上面我得到了一個公式 所以當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告訴我一下 因為目前想到的 也許用這個方法會比較簡單 所以我的公式是這樣 我的公式就是 如果我的index 由這邊產生的話 那我要產生它的話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 如果由它產生的,那我就乘以2就可以了 那0乘以2還是0 然後向下填滿 剛好就是我們剛剛那一些數字 那這邊的話,如果由它那邊產生的話就是 這個數值,index 乘以2之後加1就可以了 等於再多加1呢 那它剛好就是1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剛好就是1357到37 就剛好符合我要的 然後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不然的話說真的 因為它剛好1對2的關係 1對2的關係 所以要怎麼採 當然這個不是唯一的方法 你看有沒有更簡單 如果有更簡單的方法再告訴你 因為想很久 那什麼方式可以產生是最簡單的 好,那如果我知道這個原理原則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部分 加到我的程式裡面 formate的話變成說 逗點 總共有買進 賣出 買進 賣出 總共的話5個欄位 其實用formate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一直推薦各位一定要把formate學好 因為你會把formate只要給大瓜糊就可以了 然後面的話再給 總共前面有5個大瓜糊 後面的話就要給5個資料 那拿5個資料 第一個的話就是dataname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必別 豆點第二個 關鍵來了 就是delta1 taker 串列 對不對 它的第一個應該是什麼 中瓜糊 然後應該什麼 把i這個詞 剛剛講過 乘以2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就是因為我的index是根據 這個i 而來的 所以這邊把它乘以2 然後裡面的test 所以點test 那豆點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直接把這個複製一下 放到後面來 把它怎麼樣 i乘2 之後就要加1就好了 ok 就產生了 那個現金的賣出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data 再來就是什麼 data1 再來就是data 所以其實data2跟這個差不多 所以把它複製 後面的話把data1改成data2 這邊改成data2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就大功道成 ok 所以哦 給它5個東西 然後分別把這個結果輸出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應該這樣的結果是ok的 看一下 诶 語法錯誤 後面應該少一個瓜糊吧 這個 看一下 對 format後面 後瓜糊常常漏掉 OK 後瓜糊一下 有沒有 這個 這個瓜糊是format的瓜糊 後面應該要開個print的瓜糊 print的瓜糊 剛剛漏掉了 OK 執行一下 好 看一下 輸出 有沒有結果 有了 各位可以看到 那是不是符合我們要的結果呢 5個欄位 5個欄位 沒錯 每個都5個欄位 好 上面這個 剛剛是print 所以這個 這個LEN 這個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 可以把它關閉 Ctrl OK 好 可是最後的話 這樣子只是說把這個結果輸出到那個Ctrl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它存檔成 CSV的話 那一樣 所以就是兩行 兩行就是FW等於Open 然後一個CSV檔的路徑 然後 豆點W模式寫出去 然後最後用Write 把那個自串 把那個自串 當問題 我們需要那個自串 那那個自串的話 基本上 其實可以這樣寫 乾脆就我剛剛一樣的方法 在這邊就可以了 可以怎麼樣 S等於空自串 有沒有 然後呢 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個東西 直接怎麼樣 這邊 把這邊怎麼樣 S 等於 這個不解拿掉 S等於什麼呢 S等於 還記得吧 S加自己本身 再加上什麼呢 上面這一串東西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一串 print裡面 不包含瓜糊 把它複製過來 最後記得 再加一個換行 因為如果沒有換行的話 那它變成就是全部串一起 反斜線 N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它會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最後的話 就把這個 不對 這應該print的本身 這個也要串 那串的話串這個 這個是藍位名稱 這個也把它放過來 不然空預設值沒有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 S 本來裡面空的 那我就先給藍位名稱 不過這邊還要記得 這邊要加一個反斜線N 因為它換行 預設是沒有的 換行 然後再串這個輸出的結果 後面記得加一個換行 反斜線N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加兩行程式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其實應該可以寫的更簡單 我底下已經寫好了 我把它 這個刪掉 OK 兩行就是什麼 把 fw 等於什麼呢 open 然後呢名稱也許我取名叫做 rent.csv 好了 把它write出去 後面encoding不要加 因為加了反而變亂嘛 OK 然後write s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了 實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的話呢 應該在那個我們的 這個 src底下就有rent 不過我建議各位 如果說你將來要重新整理的話 記得在src上按右鍵 再refresh 如果你直接 我記得好像直接從這邊 直接按右鍵refresh 它好像不會理你 要在src上按refresh 這個時候的話就會有rent 點 csv 打開來看一下 重新開啟 這樣說 看到結果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總共的話 應該是九個 OK 沒錯 到二十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部分的話 畫面還給各位